哈囉 大家好 我是波皮 現在冬天啊 天氣變冷也變乾燥了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保養身體 其實我自己原本呢 是不會的 因為常常擦完身體乳 身體就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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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黏 但是呢 我最近做了一個小實驗 因為你知道 如果說同時身體的各部位都擦身體乳的話 你就測不出它的效果嘛 反正我就做了一個小實驗 我就兩邊的膝蓋 連續三天 一邊是有擦身體乳 一天是沒擦 就這麼簡單以三天 然後三天後呢 我沒有想到得到的結果 會讓我這麼這麼的驚訝 讓我覺得 從今以後我要好好擦乳液 太驚人了 然後呢 我這次拿來測試的身體乳 也不是什麼超昂貴的身體乳 所以它平常定價是199 特價109 然後有時候會有199買一送一那種便宜的身體乳 但是我還是覺得非常驚訝 這次呢 除了我的小小實驗以外呢 我也會教大家怎麼挑身體乳 就如果你不同膚質 不同狀況的話 你應該怎麼挑什麼選擇 會比較好 來 跟著我看下去喔 好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雪芙蘭的牛奶生泰美膚身體乳 那沒錯 這是葉配 沒有錯 你不要懷疑 但是呢 我自己真的是被它嚇得歪歪 ok 那這一組呢 其實我收到已經用了一個多月 收度是蠻好的 然後三款的香味我都還蠻喜歡的 因為一般的評價身體乳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它們的香味常常會有一點可怕 那這三罐呢 我覺得至少是說 它的味道都還蠻清爽的 然後不會有很濃很可怕的化學味 但是呢 因為畢竟我是在做葉配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收到雪芙蘭那邊給我一些新聞稿 然後我在看新聞稿的時候呢 有一件事情覺得非常非常的妙 它們這次呢 它就是有一個成分 是叫做牛奶生泰 然後牛奶生泰這個成分呢 它是現在在德國非常紅的一個保養成分 然後它是從天然牛奶萃取出來的活生泰 對 然後反正呢 我知道你們對這個沒有興趣 但重點是呢 它因為這個牛奶生泰 它們就是另外把這個瓶子開磨 做成牛奶瓶的形狀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麼驚人的事情 因為你知道開磨是一件多貴的事情 但是你們怎麼會在這個地方花那麼多錢 雖然說包裝是真的很可愛啦 文青風 但是就是 我還是覺得蠻驚訝的 那這個牛奶生泰能幹嘛呢 它主要是增加你的皮膚光滑跟緊實 然後它會有一些天然的保濕作用 那如果像我一樣是比較敏感的皮膚的話呢 這個成分你也是可以使用 欸這個成分就把它轉過來 這個成分你也是可以使用 好 那我覺得在台灣這個地方呢 大家對於任何保養品都有一種又愛又恨的感覺 因為實在是天氣潮濕 然後有太多人的皮膚都是稍微比較偏油一點的 然後已經是偏油的皮膚呢 你們也是會乾的 但是你們又會同時覺得很抗拒說 喔我不要擦黏黏的 我不要擦了油油的 我不喜歡那個感覺 然後又說 可是我皮膚粗糙又要怎麼辦 你知道大家都是你知道非常任性 如果說呢 你想要保濕 你又想要清爽感的話 那你就是要挑這一款 他們的Q彈牛奶 我剛收到這組的時候天氣還沒那麼冷 那時候我就是用這一款 因為它就是屬於它的質地 真的是比較清爽一點 比較水感一點的 所以那時候用這一款的話 擦了就還蠻快就會吸收 而且主要是說你的表面不會有黏膩感 這一點還蠻加分的 好先讓你們偷偷看一下實驗的結果 這是我擦三天的腿 跟沒有擦乳液的腿 就這三天的差別 暗沉度 光滑度 我覺得真的差超級多 那這一瓶的特色呢 就是它有加Q10 Q10這個東西是幹什麼的呢 它主要是它有抗氧化跟增加肌膚彈性的 這樣子的作用 所以說呢 如果說你的皮膚比較乾 你就是用這一瓶 Q彈牛奶 它就是比較清爽 但是它又有抗氧化 讓皮膚有彈力的成分 那這一款的話呢 絕對是敏感肌可以使用的 因為我皮膚非常非常敏感 但是我也就這樣子三瓶輪液用用了一個多月 然後這瓶的香味 我覺得是比較花果香一點的 然後 相較於其他兩瓶我覺得啦 它的味道稍微比較濃一點點 比較香一點點 還是因為我現在剛擦上去的關係 反正它就是一個比較甜甜的味道 而且你會覺得它是 這個顏色甜甜的味道 我不知道這個形容會不會很奇怪 就是IKEA有一款乾燥滑香香的 然後是這個顏色的 它聞起來就是有一點香的味道 好 如果呢 你是想要皮膚變得比較明亮 不想要那麼黑 想要變白一點的話呢 我會推薦你這款美白牛奶 而且我跟你說 如果說你想要皮膚變白 尤其是全真性的皮膚變白的話呢 冬天真的是你的好時機 因為你冬天都會包緊緊的嘛 你就比較不會去 一直曬到太陽 然後這個時候 你給它多保養 多擦一點身體乳 讓它亮白起來的話呢 你夏天一脫掉 你會覺得說 我皮膚頭變那麼白 你會很有感覺 然後呢 我剛剛前面不是給大家看的一個 就是我的膝蓋三天的差別嗎 對 然後呢 那個就是擦這一瓶美白牛奶 我是真的有嚇到 因為怎麼講 我以前也有用過一些 美白的乳液啊 或是什麼 我覺得大部分 我很不喜歡的就是說 用起來 沒有什麼感覺 結果我擦它這款的幾天內呢 就這三天 我其實到第二天 我就已經被它嚇爆 因為我膝蓋的暗沉其實是很嚴重 我腿很難看 所以我很討厭漏腿 然後呢 它擦起來 我按成整個不見超多之外 膝蓋皮膚還變超細緻 那當然成分這種東西 我是也有事先看過一下 它主要是加了 維他命B3跟熊果素兩個成分喔 其實很多強調亮白啊 淨白的產品 他們會加的是維他命C 但是有時候 就是維他命C會有反黑的問題 所以 維他命B3跟熊果素 我反而覺得是蠻聰明的一個成分 像維他命B3的話呢 它主要就是它抗氧化 然後抑制黑色素沉澱 所以這兩點是很重要喔 那熊果素呢 它是一個公定有效的美白成分 然後呢 它還有揉肌的效果 所以說呢 我才會覺得我的膝蓋好像 欸 好像被打了柔膠一樣 為什麼摸起來那麼的柔軟啊 而且就是這樣擦到第二天的時候 我就心想說 怎麼辦我好想擦另外一邊的膝蓋 好想讓另外一邊的膝蓋 也變得比較柔軟 但想說不行不行 我至少要擦滿三天 那這一款呢 它的質地 比剛剛Q彈牛奶 稍微再滋潤一點點 但是它不會到非常滋潤的地步 所以擦完之後 其實你表面也不太會黏黏的 但如果說你沒有特別想要美白 沒有特別想要變白 你純粹只是想要稍微保濕皮膚 然後不想要乾你皮膚 又比較偏油的話呢 還是會比較推薦Q彈牛奶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但如果說呢 你就覺得說我就是要白的話呢 我跟你講 這個 而且我誠心建議大家 你們可以跟我一樣先試三天 就是先把其中一邊擦的乳液 然後這樣去做記錄 你會覺得非常的驚訝 然後呢 我有時候不太喜歡美白乳液 有另外一個原因是 普遍美白乳液 它配的香味都會比較刺鼻 這一款它的香味 我覺得是OK 它是稍微有點淡淡的花香 而且是 比較女人味的那種花香 比較女性化一點的花香 然後呢 如果你的皮膚真的很乾 你就是會 沒事就裂開 或是起歇歇的那一種 就是我本人 就如果你是這種皮膚的話呢 我會推薦你使用這一款 濃潤牛奶 或者是你住在 特別乾燥的地方的話呢 回來台灣的時候 也覺得你可以帶它回去 我覺得真的是很不錯 而且有時候199買ISOMI 你可以多帶幾罐 豚哥我只是你的行李量要買夠這樣子 好總之呢我前陣子 就剛好去了日本這樣子 然後去日本的期間呢 我就是帶著它 然後我跟我媽真的是 兩個人每天晚上 必定要有疑似 就是洗完澡之後擦它 因為 我們去的時候是 11月底嘛 然後那時候就是他們的天氣 算是秋轉動 真的有夠感 那又因為剛好走路走到腿很痠吧 所以每天就是 擦乳液啊 然後就順便按按腿 這個樣子 我覺得其實也蠻舒緩的 那因為我本身是乾性皮膚 我就覺得它擦起來真的 滋潤度非常夠 因為 皮膚乾的人 你知道這個是 皮膚偏油的人 沒有辦法理解的件事情 皮膚乾的人呢 我們會希望 我擦完保養品之後 稍微有一點點 有東西在我皮膚上面的感覺 我們這樣會比較有安全感 不然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它很快就會不見了 但是這個 皮膚上面有一層東西的感覺呢 又不是說 喔馬上摸起來就是 油油膩膩 沾的到時候都是不是 是你會覺得皮膚的表層 好像有一層膜 蓋著你底下很乾燥的皮膚 然後它的那個表層呢 最外面是乾的 但是你裡面卻是濕潤的 我不知道啊 如果你不是 如果你不是皮膚乾燥的人 你可能沒辦法了解我明白 但是如果你是皮膚乾燥的人呢 你就會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這款乳液給我的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你的最表面 它不會黏黏 它摸起來不會說 沾到東西或是不舒服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 它裡面 是有保濕度的 那相較於另外兩款呢 它的額外添加成分 就是乳木果油 傳說中那個 非常滋潤的成分 那乳木果油呢 它就是一個可以長效保濕 滋養舒緩的一個很有名的成分 尤其是這種很乾燥的皮膚 你一定很多東西你都知道 它裡面就是加了乳木果油 那這款的香味呢 它也是花香調 但是我覺得它是那種 稍微帶一點點青草味的花香 就是跟剛剛那個很女性化的花香 又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但我說實在的話 我不知道是我想太多呢 還是他們真的有做這件事情 總之我覺得三款 身體乳呢 它擦起來 一開始味道跟後面的味道 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呢它又只是一瓶定價199特價109 有時候199會買一送也一瓶身體乳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們會有做到什麼前中後衛這種事情嗎 好那如果說你局部 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乾燥的話 應該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困擾 就比方說你的膝蓋 你的手肘 你的腳跟這些位置 它就是很容易感到爆炸 就是雖然說很害羞 我才30歲 可是我腳跟真的是跟老阿嬤的腳跟一樣 或是說你偶爾想要買一些超滋潤的東西 給你媽媽擦個膝蓋腳跟 或你阿嬤 對 就是你阿嬤跟我一樣的腳跟的話 他就可以擁有這一罐 就是小蒼藍滋養霜 滋養霜這個產品 其實本來就是雪芙蘭最經典的產品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藍色罐子 大家應該有在便利商店看過嗎 對 那它現在就是出了小蒼藍的香味這樣子 但是呢 講到雪芙蘭的滋養霜 我有一個小小的故事要告訴大家 所以我就在Seven隨手 我這次隨手就拿了一罐雪芙蘭 我想說 反正只是擦這一次而已 我也不想要買一個很昂貴的 我也不想買一個很昂貴的保養品這樣子 然後那一年冬天因為特別乾冷 所以我的臉真的是 過敏的情況超級無敵嚴重 然後擦什麼都不會吸收的那個狀況 然後反正那天晚上呢 我就是 實驗性的想說 啊隨便啦 就擦擦雪芙蘭 那雖然一瓶才幾十塊而已 就擦了這樣子 結果 它竟然隔天我皮膚好超多 而且就是沒有那種乾燥緊繃感 所以我那個冬天 大概持續有一兩個月的時間 就是一直擦雪芙蘭的滋養霜 對 但不是小昌蘭 就是它原味的那個 但我只是要告訴你們 如果你的皮膚其實有一些很乾燥到 你已經不舒服的狀況 你其實是可以擦雪芙蘭的滋養霜的 那小昌蘭這個因為比較香的關係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 就是用在你的手肘 你的膝蓋 你的腳跟這一些 很需要滋養的部位 我不知道到底會不會有人臉跟我一樣這麼乾 就是 但是我就覺得說它這個滋養霜 雖然小小一罐便宜便宜 但其實蠻神的 那它這個滋養霜呢 我必須很老實的說 它的味道沒有百分之百複製J排 我必須要先告訴你們這件事情 不然我怕J排狂熱粉色就衝去買 然後說 這不是我要的J排味 OK它這不是J排味 但是呢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好聞的花香味 而且重點是 不過濃過噁心 這點呢 我覺得非常讚賞 因為我真的很怕很濃很噁心的味道 然後像它的單價這麼高貴不貴的話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阿嬤腳跟的話 來 這罐就是你的好朋友 好那最後來做個結尾 做個結論這樣子 那其實說實在的話 雪芙蘭 或者是說它們旗下水平衡的東西 我因為這幾次跟它們合作 我私有了它們各式各樣東西這樣子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你就是業配而已阿 到底好不好用我們也不知道 對不對 很多人會這樣想 可是說實在的話 這麼便宜的東西 我如果想要用看 我就自己去買就好啦 我如果願意接它的業配 就是因為我真的用的時候 覺得它們的東西很好用 然後再來就是呢 這是台灣的品牌 我其實會希望說 能夠多照顧台灣的品牌 尤其是 如果它的東西是好用的 更何況它的東西 其實我這樣用下來 它就是好用又便宜 而且它們在很多細節上面 我覺得是很用心的 就是它不只是一個 呃 只想做到便宜給你的開價品牌 它其實有很多 它們的用心在裡面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OK來你們產品是不是 來都來我就給我試試看 看它到底好不好用 那這個系列 它的確有考慮到 台灣人的膚質 跟台灣的氣候 所以說 你就算是皮膚 比較沒有那麼乾燥的人 但是你也是會乾燥對不對 你也是可以擦身體乳 那如果你是很乾燥的人 它們也有因應很乾燥的人的 膚質的產品 所以 整體而言我是很推薦 那雪芙蘭呢 哪裡買 我底下也是會付給你們 但是其實 not everywhere 到處都有 那總是如果你想要 張拿來買的話 你可以看描述來 那如果說你有什麼想要看的題材的話 你可以留言給我 就這樣 然後你對哪一款 最感興趣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說你有沒有用過他們家的 不管是滋養霜啊 或是身體乳 或是說一些其他東西 你有些奇妙的經驗 就像我之前那樣奇妙的經驗 你也可以告訴我 好那最後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鈴噹 按鈴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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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